烧辣便当店叉烧咸嫩多汁 加上挂着烤的金黄酥脆的烤鸭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师傅在店内忙进忙出 但以后要吃恐怕得多掏钱 禽流感问题让有的民众对禽类肉品却不 猪肉买气上升传出涨价消息 询问便当业者一斤猪肉片大约要85元 盘商却已经预告之后可能会继续涨价 有接货到厂商的通知 涨幅的话大概是一成左右 那所有的产品都有涨 包括猪肉类都有涨 因为现在加勤内的话 它量减少嘛 变成大家都是用猪肉类的方面 不只猪肉不良盘商抢赚国难财 政府勤内禁运近载七天 白肉鸡不再禁止项目内 市场进货价原本一斤50元 这期间上涨到54元 鸡腿价格也做出调涨 都涨了大约一成 之后可能继续上涨 让业者较苦连天 农委会明知供给减少 必定涨价 却没积极作为 农委会表示会协调相关单位 必要时释出评价肉品 关于是否涨价大型肉品盘商源头 尚未取得回应 只是防情流感 突如其来实施禁运近载 对于肉品起涨冲击 没事先因应 决策草率引发民怨 记者黄明君周时平台北报导